伦敦警察厅就贿赂公职人员和警察的指称 进行代号为埃尔夫登行动的调查 今天宣布起诉5人 其中包括新闻集团前高管库尔森和布鲁克斯等人 安迪·库尔森曾任现已停刊的世界新闻报总编 离职后出任过首相卡梅伦的新闻发言人 利贝卡·布鲁克斯曾任新闻国际集团行政总裁 埃尔夫登行动与其他两起调查同时进行 代号微停行动的调查针对电话窃听 代号图勒塔行动的调查针对入侵电脑和违反隐私条例的指称 这些调查均由世界新闻报被指窃听公众电话所引起 该报因有关丑闻在发行了168年后停刊 皇家检控当局指库尔森等人 意图贿赂公职人员和警察已获取英国王室成员和雇员的电话号码 库尔森否认所有的指控 并对皇家检控当局的决定表示极度失望